今天的主題是沒有藉口 我之前會去不同的學校或社區中心做一些分享會 我發現很多人對董督笑是有興趣的 但之後我一次open mic都沒見過 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即使我這麼冷門的職業做董督笑 都可以每一天找到機會令自己進步 所以我上個星期就博到盡 星期一到星期日我示範給大家看 就是我每一天可以做些什麼令自己進步 好像我有星期一的英文open mic 請來給Mr.Tim Chan 嗨 這是我最初的時間 嘗試英文open mic 所以我會感到很便宜 如果你們不明白我的英文 是你的問題 星期二到中文open mic 就是我跟他聊天 在酒吧裡面 好像真心地讀 阿Tim你知不知道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男女之間是有順正的友誼 我是不相信的 我猜不到他這樣跟我表白 星期三又去另外一個英文open mic 對 對 實際上我也會有順暢 哈哈 哈哈 我只是拿了Panatron 哈哈 星期四 我去到星期四的節目 還有你為什麼要看其他人的看法呢 有一個人曾經有跟我說 我當時很失意 很不開心 那時候 他說 唉很慘 我又賴些 賴這個賴那個 那些人又蠢 那些人又怎樣 那些人又怎樣 然後他又好 麥天娜有這麼多觀眾 然後那些 我呢我呢我呢 你沒有錢我 我呢 你沒有錢我 有穩定收入 你沒有錢 算你了 我都會賴這個賴那個 然後他後來就說一句 那你就回去打工 哈哈 哈哈 到最後是什麼 到最後是一個人的選擇 你選擇的東西 你自己揹回 你不要賴這麼多東西 然後星期五 我去了 做即興喜劇的訓練 星期六 星期六 我去了 另一個中文open mic 原來呢 那隻馬 那隻馬 是要殺了 要引個米 明明是 那天坐不穩 哈哈 然後要殺了那隻馬 我開車撞車 我燒了那架 哈哈 變態 星期六 最後一天 就是深圳的英文open mic 蘇維打Loti 真的要這樣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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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每一日每一日都有方法可以令到自己上台 你想一下我一個這麼懶惑的職業動督少有多少人做 我都可以找到方法可以令到自己不停不停地進步 不停不停地試 我知道自己其實還有很多缺點我要改正 但是 我要知道的就是 我要不停地試 失敗 試 再失敗 試 再失敗 我才知道怎樣可以令到自己成功 其實有很多機會 但是很多人不試 因為他們害怕 他們害怕其他人的看法 他們害怕失敗 他們害怕其他人會笑他 但是不是真的需要害怕呢 我到今時今日為止 我自己的facebook 我自己的channel 仍然都會有人攻擊我 會笑我 我每一個comment 就算是haters的comment 我都會看 因為我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可以令到我進步的機會 好像之前有一個haters 他都說 我現在說話是會有懶音的 我發現這件事我是需要改進 我會吸取這件事令到我自己繼續要進步 但是其他那些叫我收屁 叫我不要再做 叫我不要出來獻勢 那些根本就不需要聽 我不care 我不care 其他人怎樣攻擊我 我不care 我不care那些人怎樣笑我 我不care那些人怎樣笑我 你笑我 你儘管笑我 我會繼續試 試到我成功為止 因為條命是你的 你是不需要活在其他人的眼中 你focus的 需要進步的是什麼 不要再有其他的藉口 說我不去試 很害怕 那些 根本 全部都是自己給自己的藉口 講開失敗 因為我上個星期去不同的open way 有一個bit就是IT 如果有follow我的page 或者我的channel都會知道 我有個bit是關於IT 我嘗試把這個bit變成英文 我發覺我沒有這個節奏是會不好笑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中間是怎樣不停不停的失敗 在這晚我上載了我的app店 在UAT沒問題 但在製作中 它會突然崩潰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最後發現 它沒有給我一個主要的電話 今天是早上 我上載了一個app店 在UAT沒問題 但在製作中 它突然崩潰 我不知道是一個問題 或是一個問題 但在製作中 它沒有給我一個主要的電話 在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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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經崩潰 它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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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是一個 前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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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它沒有給我一個主要的 主要 然後 在製作中 我需要製作 製作中 在製作中 我需要製作中 我需要製作中 其實到最後 我還是不相信 我仍然都需要進步 不停練習 但是我不會怕失敗 我不會怕其他人的看法 我不會怕其他人的看法 我不會怕其他人怎樣向我 我的專注就是 我要怎樣令自己繼續進步 因為我很渴望 我想再繼續進步 我很渴望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會不停有不同的藉口 所以我接下來會做一個節目 就是關於Slash 我會找一群 用興趣來做職業的一群人 是Youtuber 有些是做Facebook 有些是拍照 有些是畫畫 有些是畫畫 我就想 給大家看看 他們是怎樣一步一步用自己的熱情 變成一個職業 所以不要再想其他的藉口 去令自己不做事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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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